走 主持人老师是一位出版商 开书店的 我的新书后场呢 就是徐老师的机构出版的 这也是这本书最大的瑕疵 也是131的主持人 真的走到哪都穿一双人字托 这是我认识他这么久以来 第一次看见他穿鞋 皮鞋 我说徐老师怎么今天来 还穿袜子还穿鞋呢 怎么不穿人字托了呢 徐老师看着自己脚说 冬天是来的 让我们有选啊 知冷知热的徐志远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告 是不是感觉他好快被补了 就是只能补他了 不可能再补都不精心了吧 我现在可以走吗 不是 来不及了 我怎么会站在这呢 大家好 我是徐志远 这是我的综艺首秀啊 131是逆潮流 吐槽大会是顺潮流 我两个都上一上 做个风险对冲 我来主要是因为李旦的邀请 我帮他出了一本新书 叫后场 书的封面上有面镜子 知道是干嘛的吗 就是让读者反省反省 自己的文学趣味 开玩笑 其实李旦很有才华 但是我还是不理解 他为什么这么受欢迎 主要是不理解 什么是受欢迎 只有李大人来笑 对不对 能赢 放心吧 那大家会不会觉得 我剪软柿子捏啊 他就没有关系 这就比赛 起来之前他们跟我说 张大大会直接攻击我的样貌 我觉得没有关系 审美的偏向 是一种智力的缺陷 我们不能怪他 在我过去受的教育中 过分谈论个人 是很不礼貌的事 所以我不喜欢谈论个人 但是张大大 不是个人 这个很好玩啊 它是一种现象 我们这个时代 会有人因为被黑而走红 据说张大大 还觉得自己很有深度 很讨厌别人问他 Angela Baby和杨幂 谁更好看 这种肤浅问题 还希望我能请他去十三腰 我觉得可以啊 我也准备了一个 很适合他深度的问题 比如 如果亚里士多德 走进柏拉图的房间 说出那句 无爱无失 但无更爱真理 那么请问张大大 这个屋里一共有几个人 三个吧 三个 三个 金星 金小姐 他有一种把全世界的事 都变为家床里短的能力 我想即使鲁迅上了他的节目 他也就是问问 在北平一个月挣多少钱呢 你的故居是租的还是买的呀 后来跟润土还有联系吗 我估计李迅听完就想说两句话 一句是脏话 另一句也是脏话 颜河奖 相声演员 听说现在相声演员都偶像化了 那他们就有七门基本功课了 说 学 逗 唱 跳 rock 打篮球 林学琴 我北大的学妹 然后去做了网红 我觉得没什么不好的 我们北大的学生 就应该去占领这些地儿 至少比清华学生占领好吧 不过北大的教育真是不如当年了 我都想站在北大的门口 说一声 林学琴你好 我是许志远 你看这北大的门口 多低 可以啊 挺厉害 好 不用被淘汰了 我来的时候 他们就问我 对建国和雪芹炒CP这事怎么看 我都不知道什么叫CP 还以为是一种期货 他们给我解释完以后 我说那CP跟期货也差不多呀 是一种没有兑现的爱情 你看他俩现在总被迫一起营业 被套牢了吧 也没有了 其实我对CP没什么感觉 但他们总在我耳边雪国雪国的 在我的认知里 雪国就是川丹刚成的小说 张大大 小说是一种作家写的假的事 李探 作家是一种你以为你在从事的职业 严和祥 职业你曾经拥有过 这也好棒啊 很好 他这个至少165往上了 我感觉 这是本场最好的一下子 这是本场最好的一个一下子 最后 说说威亚吧 我去过威亚的直播间 在里面还说过李丹和马东没有文化 很多网友当真了 其实我在开玩笑 马东还挺有文化的 威亚直播间里的商品 如此丰沛 价格如此低廉 顿时让我对威亚的能力产生深深的怀疑 这种物美价廉的东西卖的好算什么本事 有本事卖我的拖鞋 298一双 全网最高价 谁能买的更贵的 记得来找我补差价 其实我最想让威亚卖的 是我那本关于梁启超的书 文威亚 这个好卖吗 他说 还是火箭好卖一些 我很难想象 他会怎么卖梁启超的书 这本书 好多字啊 你看了以后就觉得 好多字啊 而且好实惠 现在全网最低价 梁启超来了 都拿不到这个价 在威亚的直播间 我感觉到 这是一个被物占据的世界 而我们的精神需求 无处附着 只能投靠到这样一个消费世界 威亚创造了一个新的拜物教 她就是一个拜物教的神 毕竟连同行都称呼她 Oh my God 谢谢大家 我是防部圣防队的许志远 请给我大家投票 谢谢 说是 李旦呢 找过我好多次 说罗翔老师 你来吧 我们都想让您来讲一讲 我说我不会搞笑 我是做普法教育的 李旦激动地对我说 那您更得来了 我想了想还是来吧 毕竟脱口秀也不是法外之地 大家好 我是罗翔 李旦呢 找过我好多次 说罗翔老师 你来吧 我们都想让您来讲一讲 我说我不会搞笑 我是做普法教育的 李旦激动地对我说 那您更得来了 我想了想还是来吧 毕竟脱口秀也不是法外之地 果然我来了之后啊 李旦问了我一个员工解约的问题 朱一旦呢 问了我一个合伙人退出的问题 张雨琪呢 问了我一个理定婚前财产协议的问题 一下子把我给问懵了 我说我是教刑法的 我哪懂这些呀 在座的呢 我最怕钟美美 因为我是老师啊 我怕她学我说话 钟美美要是掌握我说话的精髓 那很可怕呀 她在家写作业 都很可能跟她爸妈说 强迫未满十四岁的未成年人 熬夜写作业 知道这属于什么吗 属于什么 属于雇佣同工从事危重劳动罪 说实话 我真不知道钟美美这样的童心 属不属于同工 2020年啊 对我来说是非常神奇的一年 突然呢 就进入到一个全民网课的时代 有人啊 把我在后大讲课的视频 搬到了B站 很快呢 就有一千万粉丝 我真的没想到 大家最喜欢的网课 居然是刑法课 但是有没有学以致用啊 就不知道了 我曾经被一个疯狂的同学 骑着自行车 追了两条街 他大喊着 张三老师 他的法律课都会举一个例子 叫张三 所有的罪都是张三 大家都是法外狂主张三 你的课我都听过 给我个签名吧 我说同学 这里是北京二环 你的时数已经超过了四十麦 是二环平均时数的十倍 你回答我 你属于危险驾驶吗 他没有回答 他回家了 这就是学刑法最崩溃的时刻 就是这个问题 老师明明讲过 你还笑过 但是你就不知道怎么做 上网课是个好事 但有些同学急于求成 就变得焦躁起来 很多人沉迷于寻找 独立的意义和价值 渴望跟人类伟大的传承相隔绝 于是幻想着 进入到一个黄金时代 结果却掉进了一个粪坑 这话不是我说的 我也说不出来 这话谁说的 谁说的 鲁迅吗 这是奥威尔说的 有个同学听了说 奥利亚说的没错 所以说人呢 还是应该多看书 少上网 我时常告诫自己 多想 你唯一能沉迷的网 就是罚网 我暂时退出微博了 因为老爱骂呀 我觉得对我来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说明虚荣是有代价的 有句话就是写给我的 荣誉是有限的 只有德行才是永恒的 这句话要时刻放在心里 但千万不要发到网上 所以朋友也劝我 你别老发那些高深的东西 你发自拍呀 就我这个颜值发自拍 虽然不违法 但是也有一点不到的 除非我用 欧宝瑞乐5 广彩人像视频美言 无论是自拍还是视频 都能美出自己的特色 美得出其不意 你们想看吗 算了 算了我就不发了 我怕我的肖像权侵犯到你们 今天来了 不能白来 还是给大家讲点 刑法学术概念吧 区别几个基本的刑法概念 假如有一天 李旦给杨幂讲了一个段子 杨幂没有笑 李旦属于搞笑忌谁 还是为谁呢 很明显 搞笑为谁 要是杨幂在李旦讲之前跑了 杨幂属于啥 属于紧急避险 李旦又想给张雨琪讲段子 张雨琪在他讲之前 打了他一顿 张雨琪构成什么呀 构成什么呀 构成正当防卫 特别合适 李旦看张雨琪惹不起 说服王建国去给张雨琪讲谐音梗 这属于什么 属于什么 属于教说搞笑 后来王建国自首 检举揭发了李旦 由于他们俩是共犯 这个应该怎么判 凭借你们朴素的情感 哪一个应该判得更重 肯定是李旦 因为他是主犯 而且看起来就很坏 所以最后要怎么判 判处王建国 我没收搞笑工具 李旦 剥够搞笑权利终身 其实我个人觉得 人们本身不需要谱法 因为法律只是对人最低的道德要求 如果一个人标板自己尊纪守法 这个人完全有可能是人渣 今天这个反跨联网会 他们让我展望一下2021 我是一个理性的人 每一年都会有招心事 不过我相信 效果文化会越来越好 只要他们尊纪守法 谢谢大家 我是罗翔 大家好 我是罗翔 张绍刚啊 说我模仿他 不准确 但我确实得感谢他 正是从他身上啊 我得到了灵感 创造了张三 他主持的节目呢 有张三的原型 但是大家千万别把他们画等号 区别很大 张三还是很受欢迎的 这样不好吧 很准确 很准确 颜鹤翔啊 担心我抢他放吧 我哪能抢他放吧 他是被郭麒麟遗弃了 当然郭麒麟不构成遗弃罪 因为颜鹤翔有独立生活能力啊 郭麒麟对他也没有抚养义务 有人说啊 他们像离婚的夫妻 不准确 伙伴和伴侣 是两个概念 所谓伴侣啊 我们普遍的祝福 是一生一世 但是伙伴不一样啊 搭伙好几年 说上就能上 郭麒麟的行为属于什么呢 属于人之常情 人之意境啊 君子之交 淡如水 我们也该祝福 还有人担心啊 他会不会跳槽来礼担着 我觉得不会 大家放心啊 没有人跳槽 是从好公司往岔公司跳 说得好 法律允许不允许呢 允许的 但是不提倡 忽兰啊 也选了我 今天他和颜鹤翔啊 只有一个人 能从我这进去 忽兰是个胜负欲 很强的人 在我们三人里啊 他更像大魔吧 而且一个脱口秀演员 居然开始装言刑法了 这太可怕了 这才是真正的想抢放我 颜鹤翔只是把注意力 放在我身上 却没有发现 恶魔在身边 一例进 毕老师的采访 像审犯的 我蛮欣赏的 他看似鲁满的问题啊 让我想到了苏格拉底 因为苏格拉底 也常让人下不了台 苏格拉底 问了雅典所有人 雅典人受不受得了呢 受不了啊 苏格拉底的下场很差 我们还是 最宽容的 你但问过我啊 大张伟话太多扰名 算不算犯罪 从个人情感上来讲 我真想给他定个追 但从法律来讲啊 肯定不顺 所以法律的伟大之处在于啊 他是超越个人情感的 不过话太多 法律允许 但是不提倡 他还问我 参加一个脱口秀节目 没有说脱口秀 算不算诈骗 这就要看脱口秀的定义了 我不知道大张伟说的算不算 反正有人说 我说的是脱口秀 马思纯 用错过张爱玲语录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 我们都是人类伟大先贤的传身统 马思纯传错了 让我看到了张爱玲 想说 想说 但没有说过的话 误解啊 是人生常态 理解本是稀缺的例外 你以为我在说哲学 其实我是在说科学 比如说酱油生虫 苍蝇惹的祸 酱油备了锅 但这不是质量问题 海天酱油提醒你 平时用完酱油 记得盖好祸 记得盖好瓶盖 别让苍蝇装了漏洞 在酱油的边缘来回试探 这个苍蝇 很可能是沾山转舍 五条人 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我年轻时代的追求 浪漫主义 对既定规则的冲突 他们临场换歌 就是浪漫主义啊 浪漫主义是突破突破再突破 破坏破坏再破坏 五条人 是复活复活再复活 我以前也爱浪漫 也唱啊 原谅我这压身 把这番终爱自由 太突然了 太突然了 今天就不多唱 我怕唱完以后 你们都不能原谅我 学了刑法 我就不敢浪漫 刑法强调 循规蹈矩刑法定 不能说你行你就行 说你不行就不行 刑法不是想法 不是看法 更不是心法 我是个浅薄的人 不是谦虚啊 有很多比我优秀的人 大家关注我 是因为我让他们发笑 有些案件本身就是断子 笑过后 再思考某些更为沉重的东西 法律是很严肃的 觉得有意思的话 投票 谢谢大家 我是教刑法的罗响 这位反复被大家提到的 李国庆 国庆兄现在 国庆兄 脾气真爆 李国庆现在创办了一个付费听书的APP 两次创业都跟书有关 我告诉大家 他贼 他是最明白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严如玉的人 是吧 现在他的严如玉 把他从他的黄金屋里踢出来了 那他的书里还有啥 想知道吗 请付费收听 来吧 有请不给钱就不说的李国庆 没错 我就是那个某著名电商网站的CEO 没错 创始人 前CEO 现在是个 讲书APP的 创办人 总编辑 分在大家眼里 我只是一个 离婚又失业 拿着1.3亿净身出户的傻白甜 李文汉 五岁开始学游泳 十五岁放弃游泳去美国 求学 我也去过美国啊 就是在那儿 遇到的我的前妻 现在法律上还是限期 所以我觉得啊 人呢 没事少去美国 不是不是不是 李文汉特别优秀 才出道两次 就拿了两次新人奖 要是出道三次 岂不拿三次新人奖 这样拿下去 岂不是要拿到终生成就新人奖 余浩明 粉丝因为他觉得像 国民弟弟李盛基 所以都叫他国民弟弟 现在很多国民老公 国民爸爸 都是受欢迎的人 才被叫 我跟这些挨不上边 你叫我国庆叔叔就行 不是我欺负你啊 我确实比你大 浩明在微博挺别人啊 引起过争议 我也挺过一些企业家朋友 余敏红说错话那次 我一顿力挺啊 引经据点 从教育学到社会学到哲学 结果大家北来把这事忘了 我这么一力挺 又跑去骂余敏红 说呀 我在这儿不该提人家的名字 所以我在此呼吁一下啊 请大家把余敏红忘了 就给提起来了 金龟子刚才吐槽吐得最狠 我最动容 如果不是节目 我就不会摔杯子 我会掉眼泪的 他和他老公的感情啊 真让我羡慕 听说他们曾经异地恋三年 三年间每天彼此 给对方写一封情书 一封不落 真怀念那个时代 没微博没微信 收到的都是 恋人送来的情书 不像我 现在收到的都是 前妻下的战书 加油 加油 朱丹 我看过他主持的 我爱记歌词 歌词记得真棒 人名记不住 再给你自我介绍啊 我叫李国庆 李是李诞的李 国是王建国的国 庆是庆一年的庆 我叫李建瑜 乱了乱了 他肯定已经乱了 估计给我上来 指不定叫我什么呢 朱丹老公吐槽过他 演技差 说不想跟他合作了 周一伟这么说啊 就是掉以轻心了 小看自己老婆的演技 是要出大事的 朱丹演技 我就不评价了 以我的经验 夫妻啊 确实合作不好 你说 如果夫妻两人 合作一部戏 前二十集 合作挺好 突然有一天 你把老公 踢出了剧组 这他能受得了吗 这不得气得摔杯子啊 说到摔杯子这事啊 那天啊 确实是我失态 得说声对不起 后来我再参加节目 都不敢要杯了 我说谢谢 我不喝水 他们说 行 把水倒了 把杯子放在 就等着我表演 你看 今天还放了一罐 海天 黄豆酱 摔不摔 摔 摔 就盼着我摔 我能摔吗 能 不能 这可是 蒸 闷 蘸 炒 饭 想怎么吃 就怎么吃 怎么吃都好吃的 海天 黄豆酱 怎么舍得摔啊 收回猪丹 收回猪丹 听说猪丹很崇拜 他的老公周一维 我认为啊 好的夫妻关系 不应该是崇拜关系 早年 我也是鱼的偶像 他整天把我夸的呀 搞得我现在 受不了有女性夸我 一夸我就 哎呦 似曾相识 早晚要分我的家产呀 所以男性 尽量不要找 崇拜自己的女性 周一维 我不是说你 我说我自己呢 前段时间啊 我离婚的事挺热闹 刚才都吐了 都吐槽我了哈 开始呢 小伙老师 你们还没到时候 开始大家都一边倒骂我 但我身边很多朋友啊 私下挺我 我不 我就说啊 你们为啥不公开挺我 他们说你这事做得不好 怎么公开挺 我才反应过来 我就是犯了很多公开挺的错 对人家不好 对我自己也不好 鱼蜜活 我现在呢 也想开始我的新生活 我说过 我肯定不找商人了 我就想找一个 和自己一样的傻白甜 天真无邪 而又单纯可爱 一味地支持老公 朱丹 我这不是追求你啊 你这不是追求你啊 朱丹之前把湖南卫视的互动短信 念成了老东家浙江卫视的 看得出来 对老东家真有感情 这个我理解 我也是 所以在节目最后呢 我想说 如果大家想听好书 听懂书的话 欢迎大家下载早晚读书APP 如果想买纸书的话 爱去哪儿去哪儿 谢谢大家 我是李国庆 说得太好了 又是家务事 又是兄弟之间那点事 我们节目的口号是吐槽 我们尽量来真的 没让您全来